部落主人顶着大太阳 在部落滩头前自制的游泳水道 奋力地往前游 争取最好的成绩 这是郎道部落举办的好乐杯活动 部落大大小小 全在滩头前共襄胜举 大人麦力地在水道上竞赛 而部落小朋友也在一旁戴上泳镜 往海里消暑 热闹的气氛 也吸引了游客住宿观赏 活动主持人除了介绍 正在进行的活动项目 也利用机会现场教学 亚美导物组的生活足语词汇 我们在地的足语来做一个 国语跟母语的穿插的一个介绍跟说明 这样子一方面游客听得懂 村民听得懂 也让小朋友在参与活动的时候 从他的参与跟他的听 跟他的一个接触 他会从中学到一些 我们比较日常会用到的一些母语 这次的活动除了游泳 滑平板舟 还有每年都会举办的 传统及创意美食比赛 透过活动也让在外地的学子 回来体验海上传统文化活动 原始新闻相关 带生台东南语采访报道